哈喽大家好 我是户外主播小路子 下面给大家来一首说唱 龙井说唱的《龟》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你从国外回来咱就没这么聊过 一直都在忙着 其实有好多话想说 还没来得及 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 你这又是几年还是舍不得 都是大老爷们 说的有点女人了 又要离开了 你得骗你咱这哥几个号面 这些话太啰嗦 有点说不出口 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 在那边注意身体 有事没事长脸去 别老玩神秘 小心回来我跟你急 别老委屈自己 想吃什么吃点什么 要是回来再瘦了 哥几个踹死你 踏踏实呆着 住手里那臭脾气 那边不像在这边 出事没人真帮你 要是烦了累了 给爷们追一遍 我这电话对你没有关系 没有不再夫妻 兄弟 你的兄弟就在这里 不管什么时候 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 你的家就在这里 不管你人到了哪儿 哥几个听你兄弟 你的心就在这里 不管别人怎么说 哥几个懂你兄弟 你得赶紧回到这里 不管变成什么样 哥几个陪着你干杯 一杯接着再来一杯不醉不归 今晚的任务 哥几个全醉喝吧 没有人会在乎别的 吐完了再来 不会有人先睡 笑着 也许笑能止住眼泪 在咱的字典里哭 可能真的不会 看吧 可无遮拦 不知疲惫 谁也管不着 哥几个爱说谁就说 谁高了 开始在大街上抽风 要走的事 全都忘了一个耳机 唱着 那首歌名叫龙井 龙井就在这 他硬在了夜空 走吧 哥几个永远拼监前行 谁也不会落下 这也就是龙井醉了 这回彻底的醉了 什么也不想 这是离别前的安静 兄弟 你的兄弟就在这里 不管什么时候回来 哥几个等你 兄弟 你的家就在这里 不管你人到了哪 哥几个等你 兄弟 你的心就在这里 不管别人怎么说 哥几个等你 兄弟 你得赶紧回到这里 不管真成什么样 哥几个陪着你 飞机起飞了 没有祝福 没有告别 就这么走了 也是你就这的姓 给你准备的东西 你也不说拿走 只怕哥几个把你绑了 不让你走是吧 在那边好好的 把自己照顾好了 缺少什么 就和哥几个说 你别扛着 要是真想回来 你就赶快马铃回来 这边还有一大区事 等着你弄呢 在这边的家人 有事你就言一声 别让你家老爷子 觉得这边没亲人了 还有一大笔话没说 你就回去了 啥时候回来 给我一指日子 千万别忘了 别的什么话 我也不再三八了 电话 给我打电话 咱得联系着 我说这些肉麻的话 只是鸡皮疙瘩 行了 兄弟 咱就这么着吧 兄弟 你的兄弟就在这里 不管什么时候回来 哥几个等你 兄弟 你的家就在这里 不管你人到了哪 哥几个挺你 兄弟 你的心就在这里 不管别人怎么说 哥几个懂你 兄弟 你得赶紧回到这里 不管变成什么样 哥几个陪着你 好 一首龙井桌上的龟 送给你们 这是小鹿子 主持人 有喜欢小鹿子了 记得点关注 谢谢啊